- 哈啰 大家好我是阿洛 - 来来来我们赶紧开始吧 哥哥哥 - 好的我们今天在一起是要玩一个新的GP版本 - 叫做小智成都篇 - 那么我以前有玩过像是圣徽或者是举止群岛 - 那种以动画机体为走向的版本 - 而很明显这就是小智第二世代的冒险 - 所以说我们这里进来 - 哦对了 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- 确实有一阵子没有更新 - 但是我知道各位肯定是不会介意的嘛 - 对不对 - 嘿嘿嘿嘿 - 总而言之 - 欢迎来到近年的世界 - 我叫大木 - 感觉好久不见了 - 来来来来 - 男生的话就是小智 - 算是说他这边的图贴的不是很好 - 而女生的话呢也是小智 - 只不过是女装版的 - 他这发型设计应该是初代第一次女装的时候 - 打力加的变装吧 - 好没有关系我们还是选男的 - A S H - 再来是劲敌的部分 - 也就是我们的姿子小茂 - 那么小智 - 属于你的Pokemon传说即将开始 - 充满梦想与冒险的世界正在等你 - 结果一开场就被丢在一个森林里面 - 他这边是接哪一集 - 我看看哦 这边有路 - 前方看到的一个 - 应该是水君 - What's that? - 呵呵 - 果断的直接跳开 - 那么在动画里呢 - 这也是水君的初登场 - 其实小时候看来是给人一种相当之神秘的感觉哦 - 一团蓝色的幻影然后跳走 - 绝对没想到他20年之后啊 - 突然就变成了神兽之池了 - 此时我们的小智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哦 - 好好好好 - 捡到的精灵球 - 哦对吼 身上的怪 - 皮卡丘妙娃种子 - 捷尼龟喷火龙 - 锯钱蟹臭臭泥 - 这些都是初代的好伙伴们 - 这边是哪里啊 - 应该是弱夜镇吧 - 先到精灵中心去看一下 - 有一个公告 - 乔毅小姐说 - 由于一些问题 - 我现在在空木博士研究所 - 大约2点钟会回来 - 可是现在已经3点了 - 所以我们到研究所去看一下 - 系统直接帮我们安排到旁边 - 她在询问空木博士 - 要怎么告诉挑选一三家的新人训练师 - 哎呀太沉醉于我的研究了 - 就如你所见我的小巨鹅被偷了 - 而且有一个新人快来 - 现在我只有这一只啊 - 是火球鼠 - 而菊草叶的话 - 昨天已经被一个新人带走 - 然后被偷走的小巨鹅是水系的 - 不过跟关都不一样 - 在那里是小火龙 - 妙娃总子杰尼龟 - 哦你认识大木博士啊 - 好好好好 - 话说你来这边盖什么 - 对呀我忘了时间了 - 那我首先登记你 - 我看看 - 这样子我就可以参加成都地区的联盟 - 而一旁的君沙小姐走了过来 - 找到那些小偷了 - 我会去抓住他们 - 等一下我也去 - 那很明显嘛 - 动画里面呢肯定是 - 肯定是这个火箭队友在搞事了 - 不过自从小智退休之后啊 - 这三人组也不见了 - 也是相当之可惜 -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- 为了保护世界的和平 -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-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- 武藏小次郎 - 就是这样妙 - 去吧皮卡丘 - 经典造型 - 还把队友派出来的是阿伯怪 - 还有双弹瓦斯 - 哎呦 哇靠 - 救双弹瓦斯直接自爆 - 过分啊这个 - 还把自己的队友阿伯怪给炸死了 - 去吧喷火龙 - 还有我的... - 捷尼龟 - 哼 - 我的捷尼龟 - 怎么会是转头看着我呢 - 感觉有点恐怖啊 - 就好像看着你笑 - 笑着你心里发寒 -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阿 - 乱诡异把的 - 好好 - 你能不能去面对你的对手 - 让我拜托你阿 - 麻烦你转过去喔 - 谢谢 - 哎呦 - 直接怒声两等 - 好 最后一集 - 头头没大 - 果然还是得靠我的老喷 - 算是说根据我的印象之后 - 应该是要把喷火龙 - 送到那个什么山谷里面去吧 - 哎呀好讨厌的感觉 - よし - 那么接下来 - 接下来这个小巨二拿回来了吗 - 顺便看一下 - 我的杰尼龟妙娃种子皮卡丘 - 他的贴图好像都怪怪的 - 然后图鉴编号也不对阿 - 他们怎么可能是309254跟370 - 那照这样看来他应该是 - 他应该是为了不让他们进化 - 所以新编了一个位置 - 不过其实也没差吧 - 之后不是要换掉了吗 - 换成菊草叶火球鼠小巨二 - 走我们先来找空木博士 - 好好享受你的旅程 - 这边的故事就这样子直接触发掉了 - 那我们就触发吧 - 先到集花式一趟 - 我想只带我的四只怪一起 - 什么我不能带六只的吗 - 好啦没关系 - 我尽量都是按照这个动画 - 动画去走吧 - 把我的锯前线 - 还有臭臭泥放进去 - 但是我赫然发现 - 呵呵呵 - 哦他连初带的那个一大堆 - 肯泰罗的设计都有放进来 - 这也是挺可爱的嘛 - 看我有一大堆肯泰罗 - 总共有17只 - 这实在是太酷了太酷了 - OK 那我们向左边出发 - 但是我才发现 - 原来我头上的皮卡丘阿 - 在我移动的时候 - 有没有 - 他的尾巴是会动的 - 往上走的时候 - 这样子看来是蛮cute的 - 有没有 - 好好好 走走走走 - 至于左边这里会触发一个新的剧情 - 为了庆祝菊草叶的胜利 - 我要唱胜利之歌 - 他应该是那个什么 - 棒球啦啦队的 - 额等的那个初始训练家吧 - 什么电极兽队 - 有皮卡丘诶 - 我是一个狂热的黄色 - 伯格蒙粉丝 - 我的名字叫做奈奈 - 你好 我叫小智 - 来自真心症 -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黄色的呢 - 因为我家三代都是电极兽队的粉丝 - 那个队伍不是常败队吗 - 但是这次季节稍微变得不同 - 他们一定会成为冠军的 - 不可能不可能 - 肯定是鲤鱼王队或者是宝石海星队 - 会成为冠军 - 因为电极兽队从来没有赢过 - 不要再说啦 - 电极兽队会赢的啊 - 无话可谈 - 那就用战斗来决定谁对谁错 - 拜托你不可能打赢我的 - 我是一位老手啊 - 开玩笑 - 关东地区16强 - 还有橘子联盟首席训练家 - 我才不在意你是不是老手呢 - 没有人能够看不起我家所支持的队伍 - 你这个胆小鬼 - 那好吧 - 去把喷火龙 - 这边的奈奈贴妥感觉有点糊哦 - 让你看哦 - 派出来的是波波 - 诶我第一只放的是皮卡丘哦 - 算了 - 直接先来发电极 - 先把那个电爆 - 脚拉打 - 继续 - 继续电极 - 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- 第三只局朝夜是吧 - 好上把喷火龙 - 呵呵呵呵 - 这只七等的喷火龙 - 吓死你 - 这一道新的地区啊 - 小智的怪 - 立刻就重置了 - 但是你仍然没有赢的机会 - 瞬间就把奈奈给扑倒了 - 怎么会这样子 - 真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啊 - 哦 - 我必要 - 让我一个人静静 - 呵呵 - 这他打击太大了 - 这个在新手村欺负人 - 小智不错哦 - 懂完 - 让我们再来一场对战 - 诶 - 不是想静静的吗 - 但是不能再用那只怪 - 那去把皮卡丘 - 哎呦 - 这个时候火箭队冒了出来 - 为了保护世界被破坏 -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 - 那么以下省略 - 可是没用的啊 - 最后都会被主角击飞 - 哈哈 - 好讨厌的感觉 - 我看来他们三个人 - 在这个版的戏份应该会相当之多 - 谢谢你救了我 - 我们下次见面再决斗 - 到时候会变得更加强大 - 看来他相当的不甘心哦 - 但是这也没关系啊 - 让你早点明白这个世间险恶 - 居一向前 - 论什么怪啊 - 叉叉图鉴 - 赫拉克罗斯 - 有惊人的怪地 - 喜欢住在森林里 - 以树枝和花蜜为食 - 太好了我要收服 - 只是一旁人大喊 - 年轻人住手物 -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收服 - 但是你要承担破坏森林的责任 - 这比你想象的还严重啊 - 我叫森男 - 森林警被对队员 - 我知道你想收服他 - 但是会对这个地方造成巨大的伤害 - 以赫拉克罗斯为中心 - 大家维持着生态平衡 - 哦我记得好像是 - 赫拉克罗斯跟大甲 - 他们在争这里的地盘吗 - 不过主要是凯罗斯那边的地盘 - 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- 来啦你们赶紧开战啊 - 但是凯罗斯 - 好像比较残暴一点哦 - 啊 - 全部都吓跑了 - 树上只剩下一只 - 仍然在坚持战斗 - 那上把皮卡丘10万伏特啊 - 但是凯罗斯依旧在攻击 - 怎么办呢 - 使用打雷 - 终于把他们给赶跑了 - 可是不用多久 - 他们还会再次回来 - 也就说原本他们那边的地盘 - 自己的森林啊 - 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- 我们也来帮忙 - 走走走走 - 向前一跳呢 - 那是什么东西 - 前方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凯罗斯 - 是机器版的 - 用铁做的 - 哈哈哈哈 - 最后又是火箭队 - 因为他们肚子太饿了 - 所以才去跟赫拉库罗斯抢食 - 这种行为会对大自然产生影响的 - 休想得逞 - 上把皮卡丘打雷 - 哈哈哈哈 - 给我们机器充电是吧 - 什么 - 而就在此时之前我们救下的赫拉库罗斯啊 - 他尝试的帮助我们 - 赫拉赫拉 - 呵呵 - 你还挺不错的嘛 - 我会想念你的 - 那么事情告一段落 - 再见了赫拉库罗斯 - 正当我们主角准备离开之际 - 为什么要跟着我 - 难道是想和我在一起吗 - 想要加入我吗赫拉库罗斯 - 赫拉 - 好啊 - 果断的收入囊中 - 我感觉这是一个欲擒故纵的套路诶 - 那既然你加入了我就好好为我所用吧 - 嘿嘿 - 但是在动画里啊 - 他会对我们的妙娜种子 - 他背后不是有一个出口吗 - 那个赫拉库罗斯就一直吸 - 呵呵 - 超好笑的一直吸 - 好好好好 - 还好他吸的不是锦尼龟 - OK - 那么我们紧接着向前 - 来到了一个像是森林的地方 - 结果小猫突然出现 - 这里听到的声音啊 - 全部都是假的 - 干得好咕咕 - 你还往常一样马虎啊 - 不知道穿过这片森林需要一只咕咕吗 - 再见啊小智 - 瘦嘎 - 这里有个老奶奶 - 这么可怕的老太婆肯定是幻象 - 呵呵 - 大胆 - 我是这片森林最美丽的林金小姐 - 为了帮助人们走出这片森林 - 我专门出租咕咕咕 - 咕咕有能够看穿幻象的力量 - 所以小猫的也是猪的 - 那我也能租一只吗 - 可以啊 - 但这只姑姑是我谨慎的 - 她还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去指导训练师穿过迷惑森林 - 其他的姑姑明艳就会回来 - 你就等到明艳再出发吧 - 不行 - 我不等 - 我得追上小猫 - 我就要这只姑姑了 -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小智啊 - 她早期的性格还是比较 - 该怎么说顽固吧 - 哎呦 - 好多幽灵系 - 哪泥还催眠术 - 加油啊 - 披身 - 我这个版本就靠你了 - 披身 - 接着向左边走 - 这森林应该蛮简单的 - 哎呦 - 到了到了到了 - 再出口数呢 - 我们又遇到了灵精小姐 - 总之把姑姑交还回去之后呢 - 我们就可以走出来 - 随后是下一集的剧情 - 小智在旅途中遇到的一只菊草叶 - 是野生的话就可以收服 - 直接就进入对战了 - 那就果断发一个电磁波 - 这样子 - 嘿嘿 - 看你怎么嚣张 - 去吧 - 赫拉库罗斯 - 赶紧出来亮亮上 - 脚撞 - 嘿 - 撞泥撞泥 - 哎呦 - 差点就把他给打死了 - 至于我身上有五颗精灵球 - 这也是小智在二弹拿到的第一只猝蜜三角 - 不过另外两只的话后来也都拿得到 - 他好像受了非常严重的伤 - 最好带他去精灵中心一趟 - 所以说我们向左边出发 - 有了有了 - 乔伊小姐 - 看嘛看嘛 - 我的菊草叶啊 - 需要你的救治 - 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- 非常健康哦 - 不用担心 - 只是后方有两个人走了进来 - 我们会把他带回去接受更好的治疗 - 哎呦 - 很明显的是火箭队嘛 - 休想带走我的人 - 火箭队呢 - 跑去哪里了 - 我的菊草叶 - 在哪里在哪里 - 在这个小屋里面 - 找到你们了 - 在你们面前的可是未来的Pokemon大师 - 只需要等我20年 - 接招吧 - 吃我几发雪球 - 菊草叶他们是坏人快跑 - 我必须要找到他 -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里面 - 他一个人躲在旁边瑟瑟发抖 - 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 - 七扣 - 哎什么又是你们 - 这次就要进入对战了 - 糟糕刚刚我的皮卡丘还没有 - 还没有恢复啊 - 这个双弹瓦斯要是又再自爆一次 - 哎也是有点危险 - 我看还是先切换吧 - 上把喷火龙 - 这里只能靠你啦 - 也顺便练一下我的赫拉库罗斯 - 拜托不要自爆 - 我求你啦不要自爆 - 好 最后一集 - 两边解决 - 哈哈再次飞吧 - 好讨厌的感觉 - 你们俩还好吗 - 不不不 看来他想跟你一起旅行 - 那当然没问题啊 - 欢迎你菊草叶 - 得到了菊草叶 - 呵又在玩这个欲擒故纵了是吗 - 那么在动画里他还有一个 - 互相取暖的一个画面 - 你看这怀中一爆啊 - 瞬间就明白他是对的人 - 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啊 - 像个小公主一样 - 哎 - 我我我我 - 我怎么电脑里又多了一只 - 这两只是不一样的 - 这一只的图鉴编号是252 - 这个是152 - 那我就拿这一只吧 - 走吧 - 接下来我们再到 - 再到其他地方去 - 下一集是哪一集啊 - 我有点忘记了 - 走了那么久才到极花室哦 - 然后还有商店 - 不过都是顺应的剧情 - 所以其实好像也不需要求诶 - 那我们就直接走左边上来 - 若是原版的话通常这边会有一个 - 拿图鉴的剧情哦 - 但我们本来身上就已经有了 - 总之我们先到上方 - 我们第一道馆 - 杰梗士就在眼前 - 挑战第一道馆之前 - 是不是应该去训练一下呢 - 上方 - 喇叭牙之塔 - 通常应该也会有什么剧情吧 - 杰梗道馆的门口 - 你好 - 有两个人突然冒了出来 - 我们在这里检查 - 诶 等等哦 - 被骗啊 - 再见了小鬼头 - 又是你们这些家伙 - 把我的皮卡丘还来 - 正当火箭就靠逃走自己 - 后方的道馆馆主的阿素 - 乘着他的滑翔翼直接抢了回来 - 瞬间帮我们把皮卡丘夺回 - 来这是你的 - 我叫阿素 - 杰梗士的道馆馆主 - 那真是刚好 - 我想要得到徽章 - 好啊 - 那就来挑战我吧 - 进到道馆内部 - 结果他画面居然是传送到楼顶 - 你不需要放水 - 我会堂堂正正的打败你 - 果断进入对战 - 阿素派出来的第一只是咕咕 - 管主他非常的震惊 - 什么 - 你打飞骑系的居然用草系 - 你在想什么啊少年 - 而我们逆属性大师小智啊 - 非常坚持的表示 - 跟属性什么的无关 - 重要的是跟Pokemon之间的羁绊啊 - 那我这边就写小智啊 - 看我的飞夜快刀 - 对面的属性刻爆我啊 - 那我用撞击 - 我撞 我再撞 - 加油 居朝夜你行的啊 - 继续撞 继续撞 - 对面还命中要害诶 - 急死死 - 上把皮卡丘 - 果然整靠你啦 - 电击 - 随后下一只是嘟嘟力 - 这一只就有点麻烦了 - 先发一个电磁坡 - 嘿嘿 让你不要那么嚣张 - 然后再来发个电击 - 因为麻痹也无法行动 - 很好 继续电 - 电到你死为止 - 拜拜 -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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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再来是最后一只大逼鸟 - 继续 电磁坡 - 哇拍击 - 拍得我剩四滴血 - 这不行啊 搞不过 - 至少再给你一击 - 电击 - OK 辛苦了 - 我们这场三打三 - 最后就派出我的喷火龙 - 可惜我这只喷火龙啊 - 不像动画里面可以用地球上头 - 跟你拼了 火花 - 烧 - 我烧 - 我要吃烤小鸟 - 完了完了 - 对面飞天啊 - 对面飞天啊 - 那我攻击不到他啊 - 还好对面麻痹哦 - 头都没大 - 呜 - 幸好有这个电磁坡的手段 - 勉勉强强搞瘾 - 学了一个新绝招地球上头 - 我才刚说马上就学 - 我们在动画里 - 感觉这个招式啊 - 都是用在决定性的胜负哦 - 耶 - 我们成功了 - 你呢 - 你值得拥有 - 飞翼徽章 - 除此之外 - 天员40 - OK - 终于是拿到了第一枚道馆徽章 - 来来来来来来 - 呵呵 - 好好好好 - 先去稍微回个血 - 刚刚牺牲了我的菊草叶还有皮卡丘 - 赶紧回复一下 - 我尽量多练动画里面他们第二世代的 - 第二世代在用的怪吧 - 而至于这喷火龙 - 好像在过几集 - 就不能使用他了 - 他到那个喷火龙山谷里面 - 我忘记是哪一集的耶 - 应该很快了吧 - 这边32号道路 - 接下来我应该是要去快皮阵一趟的 - 我可以赢得任何道馆徽章 - 只要皮卡丘和我一起 - 若碰见的困难 - 喷火龙还会帮我解决 - 不公平 - 这不公平 - 什么东西 - 呵呵 - 回声 - 哦哦哦要到了吗 - 对啦就这个女的 - 继科 - 你是小智吧 - 我听说有人用喷火龙打倒了阿醋 - 看来就是你啦 - 我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 - 我希望你去喷火龙山谷 - 听起来不错啊 - 那我们走吧 - 继科呼唤了他的喷火龙小丽莎 - 然后骑在他的背上飞了起来 - 那我怎么去呢 - 难道你从来没有骑在你的喷火龙背上过吗 - 没有欸还真没骑过 - 喷火龙你行吗 - 好像有点飞不太起来 - 不过最后还是到达了 - 那么场景一个转换 - 我直接就已经到这了 - 很遗憾小智 - 你的喷火龙太弱小了 - 你在胡说什么 - 那我向你发起挑战 - 我接受 - 就是继科的丽莎喷火龙啊 - 把我们这边的喷火龙也扔进了湖里 - 丽莎懂 - 哈哈哈哈 - 冷静点好好想想吧 - 喷火龙感到相当的不甘心 - 可恶啊 - 我怎么会输给他呢 - 于是在湖里面坚持了一夜 - 喷火龙 - 难道你就这么想变强吗 - 我会学习你的精神 - 随后即可表示 - 恭喜啊 - 你的喷火龙可以待在这里训练 - 我怎么感觉满满的都是套路了 - 好像打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我们的喷火龙留在这一样 - 不行啊 - 臣服很深 - 只能说臣服非常之深 - 再见啊 - 我们或许会在某个地方相遇 - 啊真的要把我的喷火龙送走咯 - 啊 - 目前是我身上最高的结怪 - 喷火龙 - 再见了喷火龙 - 啊 - 没了 - 别要跟着我 - 哪里 - 我的喷火龙直接消失 - 那很明显应该是将来要给我们的 - 另外一个初始于三家火球鼠啊 - 投一个新的位置哦 - 哎呀呀呀呀呀呀 - 可惜啦可惜 - 不过算了 - 正所谓旧的巨星的不来嘛 - 有相遇也有离别 - 也是非常之正常不过的事啊 - 我这一期好像录的时长也差不多了 - 那不然有关于后续剧情的部分呢 - 我们下一期再来看看 - 那我们今天这期请您到这边 - 感谢各位思路 - 拜拜 - 感谢各位观看